我們今天會騎馬出加亞比海 你有沒有試過騎馬 騎馬當然有試過 但騎馬會下水 第一次是不是 真的游不游到水都要看彩數 為什麼 潮漲水深一點 就會真的下水 但如果水位低一點 就可能Tip Toe這樣走就算了 我們一定要在4點潮退前 馬才下水 否則馬太淺就下不了水 我們的馬仔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我之前也有騎過馬 不過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控制給自己 他真的會跟著帶頭的馬 騎馬也有一點點要注意 如果你兩個人或更多人 記住要跟前面的馬 保持最少6呎的距離 那就安全了 如果太近就這樣拉一拉 他就會向後 做得好 我覺得那隻很乖 他真的很乖 這裡的馬全部都很乖 這裡很漂亮 前面都上馬了 對著加勒比海騎馬 這個經驗真是一上一次 給你看看我的馬 它叫Diamond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牠的耳朵向後 牠在聽我說話 是嗎 我們現在開始騎馬了 我想說牠們很乖 牠們是一個跟一個 其實我們不需要任何技巧 都可以享受到騎馬 加勒比海 好正啊 Edan Yo 現在馬帶你游加勒比海 怎麼看 我現在覺得我自己是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 因為之前我騎馬 都是很小的草沙地 但是現在是看著這個景 又是 我這個旅程 很多不懂得形容的東西 因為我太多東西沒試過 對了 就是知道你們想試新東西 不如真的0.000距離 試試不用馬鞍騎下海 好像沒什麼難度 好啊 有信心 好事來的 你們準備好了嗎 對 他準備好了 你們準備好了 OK OK 好痛啊 這隻馬 好痛啊 對 有 就像這樣 然後你再跳 加油啊 Edan 加油啊 Edan 對 有 這個呢 就是可以的 OK OK 有 這樣吧 啊 嘻嘻 有 唉 成功啊 恭喜 謝謝 我們現在除了馬鞍 所以剛剛看到我們很艱辛 所以上到馬 我覺得感覺很特別 我沒試過沒有馬鞍騎馬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腳踏馬 他說如果真的沒有膝平衡的話 腳踹著他的腳底 我現在踹著他的腳底 我現在覺得我跟他親近了很多 是嗎 是啊 很可愛啊 嘻嘻 嘻嘻 我們現在下水了 我們下海了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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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下水了 他們好乖啊 而且我的腳現在舒服了 對 剛剛曬得好像煎餅一樣 腳碰了水 很舒服 馬仔也很開心 很舒服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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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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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們呢 開心就當然了 其實馬仔也會開心的 我覺得他們是擁有了全世界最舒服最正的工作 出海灘 走一小部分 然後熱了 下水 降溫 然後上水 花雞吃東西 睡覺 我也想做 可不可以面試這個絕世水工 很棒 整個節奏很短 對 他們都會確保他們有足夠的休息 不會勞逆他們 放心大家 他們很開心的 加勒比海 我們加入這個 tour 之前 其實會問我們每一個人多重 如果你太重 有機會騎不到 或者他們會安排一隻大一點的馬比哩騎 其實我想騎大一點 好像有型 夠了 適合你的了 這個尺寸 嘩 可以在加勒比海騎馬 我想是一次在一輩子 騎著馬去跑 在海裡是第一次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找Louis Guana Louis Guana 之前野外只有15隻 在你後面 小心 嘩嘩嘩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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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現在呢 到處都見到 剛剛開車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牌 叫我們小心 想不到現在就已經看到一隻 差點就砌了一隻 哈哈哈哈哈哈 嗨 但聽說呢 裡面好像有一隻可以碰的 可不可以抱的 應該就... 哈哈哈哈 都說是國家級守保護動物 變得你兩個樹民又懶又石 產屎就有份 藍岩獵色是大開問特有的動物 加上牠們的基因有別於其他蜥蜴 所以更加珍貴 這個保護區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 給這群貴賓成長 以及幫牠們繁殖 之後就會放回牠們去野外生活 這隻Peter 名副其實是一個明星 連之前英國國王查理斯 都特地過來跟牠拍照 不是呀 聽說是因為查理斯跟牠拍完照 所以牠才這麼出名 好像是呀 哈哈哈哈 而且牠除了跟查理斯拍過照 是大明星之外 其實牠是這個園區最藍的Iguana 現在是否不太覺得 牠其實因為正在換皮 牠有一些比較舊的皮 要退後 牠剛剛說可以像後面這牆壁那麼藍 那我也要特地飛過來跟牠拍照 我們剛剛看到一隻 在路邊又看到一隻Blue Iguana 跟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相差很遠 現在很藍 對呀 像天空藍一樣 牠變成藍色的因素 可以因為心情和血的溫度 我知道了 因為現在開始太陽出來了 牠們越來越熱 所以血液循環好之後 就會變得更加藍 還有牠面那些一粒粒的 其實跟鷹帽一樣 都是好像我們的手指模一樣 每一隻都是獨特的 牠們有一層閃閃的藍色 我想抱著牠們 整個旅程最難忘 其實真的是最後一天 是不是每次臨走都會特別掛著呢 第一天開始這個旅程 是因為我們始終是由香港 飛到三十多小時過來 要適應時差 大家又很累 早上大家一起出去冒險 出去被鳥仔嚇 出去被鯊魚咬 但來到最後一天 我們真的有一起煮飯吃 有一起晚上喝啤酒 聊天 整個感覺很棒 這就是自己一個旅行 和一群人旅行的分別 其實是每一個畫面都很難忘 因為這是我第一個旅遊節目 很多東西都是我第一次接觸 最後又很好 這個旅程的所有地方的人 都很有愛心 對我來說 牠們真的很像救世主 是動物界的救世主 很多地方都會去拯救動物 受傷的動物 病了動物 但最後牠們是不說 真的困住牠們 牠們只是保持著牠們 令牠們好起來 然後就放出野外